1 2 3 2 6 一個算盤 加上個人生成拔字 換算出一條條 屬於自己的生命密碼 這就是鐵板神術 就連副總統吳敦義也被爆出 在2009年要上任行政院長之前 也到香港找鐵板大師P流年 我就聯繫一位郭姓的朋友 他說你們之前是 有沒有來看過一個 香港很著名的一個朋友 到人家排流年了 我跟各位報告 我也去看 我已經61歲了 不必在排流年了 但是我的最小兒子 一群有興趣看 所以經由他母親的安排 所以一去在當天的 大概三點多間 去看哪一位 因為陳先生 吳敦義口中的陳先生 就是香港著名的鐵板神術大師 陳鋼泰 他也證實 吳敦義父子倆來過他的辦公室 他坐在那裡有很多聲音 他就走下去了 是他兒子給錢的 他帶兒子來 他真的沒有說錯 真的 真的 你身體是他們的 沒有算 我叫他算 他都沒有算 很多人把鐵板神術 寫成木字旁的板 其實他跟鐵板 一點關係也沒有 因為工具只有算盤 相傳他的雛形 源自於一千多年前 宋朝醫學大師邵庸所寫的 黃極金氏書 後來到了清朝 一名叫鐵蒲子的道士 將他重新歸納 再加入數字的條碼 編成一萬兩千條的詩句 創立了鐵板神術 其實他的全名指的是 鐵蒲子版本神術 把這些都的數據 全部找出來以後 把它集結在一萬兩千條裡面 然後他就用公式倒出來 會跳出來你的生命值 為何在一千多年前 宋朝邵康傑 就能編出這一套計算公式 還有一萬兩千首的詩句 竟然都包含所有人身擺態 他為什麼那一條 會排在一件裡面 這個我還找不出來 信不信有你 不過林老師說 這一行的大氣勢 不能替自己和家人算命 但也提醒 知命算重要 但即使算出了兇兆 還是可以透過行善改變命運 因此保有樂觀的心態 比算命的結果更重要